好,我们看到王金平因为涉入关书案 是遭到了国民党考纪会开闸 也撤销了党籍 痛设立法院长宝座 民进党前主席许姓良 12号则是来到了王金平的老家探视 也痛批总统很绝情 小题大做无限上纲 而王金平的大姐一想到弟弟 为了国家可说是贡献心力 却遭到如此对待 是大骂总统独裁 10年都在国会在做事 王金平高龄80岁的大姐 一想到被撤销党籍的弟弟 痛哭失声 边哭边痛批 马总统独裁 王大姐好不忍 哭着为弟弟教区 前民进党主席许姓良 也特地前来慰问 许姓良直言 马英九绝情 小题大做 没了王金平的国会殿堂 蓝绿斗争 恐怕会更加恶化 更暗批 执意开闸的马总统 简直是让民主发展 开倒车 许姓良特地南下探视 力挺王金平 一方面痛批特征组 违法监听 一方面指出 马总统这次的无情开闸 对宪政肯定是重大伤害 中天学员陈生一张行 S小组高雄报道